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首先安华公开透露向伊党伸出橄榄枝 邀请伊党加入团结政府又再次搅动了我国政坛 虽然伊党老二说他们不会加入团结政府 但是政治没有不可能的事 再加上伊党在1119大选前尝过两年执政的滋味 没有人敢百分百排除这个可能性 安华向伊党招手到底是来真的还是只是放大招 只是要搅乱伊党的阵脚呢 那不管是真还是虚情假意 安华这一招是稳赚不赔还是最后得不偿失呢 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沙扎 还有工大政治学者阿兹米哈山 在接受八点最二报访问时都认为 那从策略上来看 安华邀请伊党加入团结政府是对的 因为安华政府现在最缺乏的就是马来选票 马来穆斯林的支持 因此如果伊党也成为团结政府的一份子 那么安华的政权就会稳固 但是政治学者潘永强指出 安华政府现在掌握了国会三分二的多数 如果这种情况下还要向伊党伸出橄榄枝 那某种程度上这是安华政府信心不足 或者示弱的一种姿态 因为如果你在国会的主导力量是足够强大的 就不需要拉拢伊党加入团结政府 而且争取伊党还会引起西蒙内部的一些纠葛 引发团结政府里的分歧 还有西蒙核心支持者的不满 那安华最后可能会得不吵失 但是潘永强也同意 这个举动啊从策略上来说 是可以暂时缓解伊党给予安华带来的压力的 因为伊党一些人可能心存幻想啊要重新执政 那因此在安华放出这些讯息之后呢 伊党内部可能也会有一些派系或者阵营 会调整或者缓和他们的态度 而在这个拉扯的状态里 就可以让安华争取到时间 不至于受到伊党太大的压力 但无论如何 沙扎却不认为伊党会在这个时刻 选择加入团结政府 因为这么做的话 会让他们失去原本支持巫统 但是转向国盟的支持者 国际伊斯兰大学副教授沙扎认为 现在伊斯兰党在国会有一定的势力 而且也成功吸引从国阵巫统流失的马来选票 甚至认为自己有能力组建政府 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加入团结政府 但另外两名政治学者潘永强和黄进发却认为 政治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 政治上没有事情是不可能的 而且伊斯兰党曾经尝过在中央执政的滋味 他在过去两年都曾经在中央担任这个执政党 还有取得一些资源 回教党也相信 凭他目前没有华人选票 没有非穆斯林选票 是不可能中央执政的 那么如果回教党希望能够取回中央政权 他当然需要跟其他的阵营 特别是以马来人主导的其他政党 例如共政党合作 赌徒赌国就是因为他们把利益放大 把风险放下 所以我们不能够排除说 在一个程度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出现 因为他的玩法就是要跟你拖 拖到你看怎么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 如果你有下一个危机拖到这种情形 说这个政府分跌什么之类 那么他可能说 我现在就给安华支持 我要换回更大的这个形势 潘永强和黄锦发都认为 伊斯兰党尝过了执政的滋味 党内可能有部分议员或派系 会希望重返中央执政 因此不能完全否决这个可能性 而工大政治学者阿斯米哈山则表示 在向伊斯兰党伸出橄榄枝这件事情上 安华稳赚不赔 因为如果伊斯兰党加入 那么他的政府就会更稳定 而如果伊斯兰党拒绝 那安华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但是潘永强却认为 安华在这个时刻向伊斯兰党招手 不一定是稳赚不赔的 因为他不一定能够得到伊斯兰党 和马来穆斯林的支持反而可能会让西盟内部产生矛盾 甚至会冲击到他的核心支持者 就是非穆斯林选民 如果安华他贸贸然提出要跟回交党合作 那么他不一定会争取到回交党的加盟 也不一定会赢得马来选票 可是他就会在西盟内部造成一些怀疑 或者是对西盟的核心支持者 带来一些负面的印象 过去这么多次的全国大选 非马来人选民都全力拥护安华 或者是支持西盟 可是西盟上台之后 不只是没有给非华裔的支持者 很大的一种政策上的回报 反而就急不急带地就拉拢伊斯兰党 所以他不一定是对安华的形象是正面的 虽然安华的这一招或许会让他得不偿失 但是沙扎却认为 安华还是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因为他现在最缺乏的就是马来穆斯林的支持 所以他必须铤而走险 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种安全的动作 这是一种危险的动作 但我认为是一种危险的动作 他必须要承受 因为他由于非马来穆斯林的支持者 在那里 但他现在向马来穆斯林的支持者 这就是他必须确定的动作 虽然沙扎认为从争取马来选票的这个角度上看 安华必须要铤而走险 但是政治学者黄敬发却认为 就算把伊党招入团结政府 安华也未必会高枕无忧 因为大家面对下一届选举的时候还是对手 除非伊党愿意接受说 他们只在北部上阵 把整个团结政府变成1974年的国阵 大家都彼此不做竞争对手 否则的话 已经掌握部长职位的这些议员 将会争相为自家党派争取资源 那最后就会把现在的民争变成暗斗 团结政府绝对不会比现在更稳定 而安华让伊党加入中央政府 也等于把他养成一只 在下届大选把自己吃掉的怪兽